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孩子有时抵造我的时候 我就说我已经抵造我妈了 所以就这样 她的心里不舒服 就站着不说她 这个想法也对 既然你这样想说 我当年抵造我妈了 那就去你妈妈那儿 表示你的爱啊 关心啊 现在也不 走了 那我们没有弥补的 那去把你的爱给身边的老人 一样的 把这个世界很多人做过你母亲 可是我婆婆也比较认同 所以你想 给了别人 只要你爱身边的每个人 这不一定是老人 可能其他人 只要你心中充满爱 慢慢的这个就化掉了 如果把别人所有的人 妈你不这样想 慢慢她的就没了 明天有别人妈你捏伤 这是因为我当年 叮造我妈的果报 谁说你捏伤 这个是这样想就对了 因为这世界很多人做过你儿子 也做过你妈 不能只难这一辈子来摔 她们学管理器的出来做点什么好 她觉得好像我问她 她没有一个人生方向 她出来在说你有啊 你都没有 你活了40岁都没有 这个不是说你没有 不是说你妈妈没有 是大家都没有 人生这个方向真的很难确立的 不是说你现在 我们能确立的只是一个 将来说找一份工作 先最起码要立足嘛 要养活自己嘛 大学出来你要有一个方向说 我最起码要站在 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有家 能养家户口 这是最起码的基点嘛 物质层面的东西解决 然后再是理想层面的 说我喜欢什么 我很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 但这个也不能说明 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因为我们随时会变的 我们今年喜欢这个 明年可能不喜欢了 追求的都一直在变 所以你很难真的确立一个 说这一生追求的方向很难确立 就是这样 很多人只是说出来工作了 挣一份工资 然后呢就春春妈妈结婚了 有孩子了 一辈子就又住在这个家庭 为孩子忙 忙完孩子恩恩怨怨这个家庭 可能离婚了 可能怎么样 然后反正能走到中老的这一辈子 就这样 就这样很很难确立 因为就是吃喝拉扎睡解决了 然后再很难说是去 甚至很难去确立一个 我喜欢做什么这样去 真的是很难确立这样 因为我们第一次寿命太短 因为活七八十岁就没注意到 结婚身子都消耗完了 第二呢是 解决生老病死 解决吃喝 就是吃喝拉扎睡 你已经很费力了 有的人 挣个工资 买个房 去解决孩子吃租 有些上学问题 这些已经很费力了 你已经没有 坑不住时间来 去谈理想 谈抱负了 想清楚这一点 看清楚了 生命就是这样的 这一辈子就这样的 看清楚了 然后去做 那么这个看清楚 就是一个生命的方向 你能够清清楚楚 看清楚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人是什么样的 这辈子每个人怎么走 那么每个人他走的路 都是你 都是你能够学习这些的东西 你能够清醒的站在这看 看在一起 不管你怎么走都没有 不重要 怎么走都不重要 你选择什么走都不重要 但是有一些 就像我们这里人是选择了 当看清楚这些东西的时候 觉得这个没意义 可能说我这样子生活没意义 那么选择一种 有没有从这种生活里寄托的方法 让我不再这样活下去 像每一个人这样活下去 就是挣点钱 然后吃个拉脏 然后出去玩 然后咬家活口 然后有父母 下有孩子 然后就在这里边 情感上增长 我能不能不这样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 然后走向死亡 我有没有能力 活得像佛陀 或者是不这样 有没有能力 看清楚我从哪里来到哪里 假如我死了 我要到哪里去 而且我的生命 最主第一个 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我是不是他们说的 我投胎 我从哪里到来的 我生死世世做过什么 如果能了解 你想探索了解生命的真相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但是这条路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在追求的这条路 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就是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就这样路 而且有时候还流到畜生道去做畜生 有时候还有他们 听说他们还有恶鬼到我 没见过 就像你 我就是跟你说 因为你是这个年龄 你会说 听说还有天堂地狱 还有恶鬼啊 什么地狱啊等等 你也没见过 听说我们还可能下去 听说很苦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究竟存在不出来 如果是这样 我们一世一世一世 这样走有什么意义 但是有没有能力不这样走 佛说有 有些圣人说 有能力 从死亡里边解脱 从生老病死解脱 那是个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我们就像大家 我们现在学佛的 他修行佛法的 追求的是个生命终极的意义 就是在中间这一段 你说有啥意义 就是这一世 解决了吃饭 解决了住宿 解决了养孩子 成家立业的问题 那这一世的意义就结束了 是不是 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说就老生命 有啥意义 是你赋予了他什么 你觉得你这一世 活得很灿烂 你就这就是意义了 你觉得没有不灿烂 不管是渺小还是什么 你不灿烂 你没开好 你这个花开的不灿烂 也是意义啊 平凡也是意义啊 高尚也是意义 卑鄙也是意义啊 这一小段 是没有终极的意义的 生命终极的意义 其实如果从修行来讲 就是我们在这个 卖茶的轮回之中 就是卖茶啊 就是几十亿年间 一直在 六道里边循环 轮回啊 就做了这个 做的一直一直 终极的意义 其实我们在 寻找一个什么 我们想回去 这才是生命终极的意义 就是说 我们忙忙碌碌 内心深处永不满足 心灵 永远在找归宿 就心里边 走到哪都没有归宿感 很多人结婚 以为心就放到家里了 其实放不进去了 很多人寻找到爱 以为可以了 寻找到爱 心就停下来了 就很安逸啊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爱会变 人世界的爱会变 那个会移情别的 你会被被抛弃 所以那一刻 你就又花落了 因为心找不到归宿 所以这个归宿在哪 在生命的源头 你从哪里来 还是这个问题 只有你回到源头的人 才能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 这就是成佛 其他的你在这个世界 不管这一生怎么走 也只是短暂的 八十一百年 在宇宙的长河里 不算什么 弹子一下 因为宇宙是按光年算的 很短 在很短的里边 你要寻找 你寻找个什么生命意义 只是定了一个目标啊 你妈妈说了 你要有个目标 你左边干什么工作 就是这样 你学管理的 完了你到这个世界 左边干什么工作 到公务员 考公务员 还是去自己做公司 还是去别的公司打工 你对未来的女朋友 有什么要求 你左边买房 还是让你妈买 还是你自己买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 你妈说的方向 那怎么样 你妈只能看到这些 就是这样 父母就是这样的嘛 让你有个想法 你觉得你 父母觉得你自立了 你可以自己去承担 考虑他们考虑的问题了 这就是成长 不用他们帮你考虑了 你可以考虑孩子的问题 考虑女朋友的问题 考虑住房问题 考虑说你长大了 你自立了 你有方向了 就是这样 他会有的 逼着他也会有的 那又怎么 每个孩子 逼着他 明天你不管了 你啥也没有了 他就会自己想 就是这样 他不会把自己饿死 其实他们这一代都挺好的 其实父母放不下 父母爱放不下 我们心疼 我们放不下 怕人家这个 怕那个 我们心疼 就觉得 哎呀 你看不给他做点事 是不是真的会饿起来 真的会怎么样 而且知道他会走得很艰难 我们知道他会艰难 如果我们不帮他做一点的话 他这一辈子会走得跟我们一样 很艰难 所以是父母心灵难受 父母希望能帮到他更多 看下这个世间的富二代 父母要为他做一切 但真的帮到了吗 看孩子自己了 其实是小血 correctly 一路 为什么 樱姆 感谢观看